巴赫姆特的这一个目前战况 为什么叫突出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巴赫姆特这个突出步 你就往前突出 突出很容易被南北切断 你可以看得出来 蓝色的部分 全部是乌克兰的军队 很清楚的步这个地方 他发起的反攻 一个在这个 我们讲到的这个 这个是巴赫姆特 刚才我们有讲到的 这个扎波罗勒在东南角 刚才讲的是扎波罗勒 现在讲的是巴赫姆特 巴赫姆特是突出步 大家看到 这一个每一个代表 都是一个旅 这个多少旅 大家知道一个旅 乌克兰那边一个旅 将近三千人 这个地方总共十五个旅 你大家可以看到 四万五千人 你乘以三千就对了 那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是他的重点 才会布成那么多 15个旅的重兵在这个区块 还不包括北部的这个区块 所以乌克兰对巴赫姆特 也非常在意 那巴赫姆特 已经突出步 变成这个状况 那他向南打通 这个向南的时候 本来的时候是压迫的 要把它切断 现在向南宽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突出步的南北宽 这个就是乌克兰的战国 打开 把他打开 这个动五动四公路 跟动五动六公路 在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隐形 这个不清楚的一个 淡淡的红色的线 这公路还在这个地方 这是乌克兰非常重要的补给线 不能被切断 一切断之后 他的火力装备 这些重要的火炮 腾客就没办法进入 所以我们看出来 巴赫姆特还是蛮重要的 当然巴赫姆特 重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都被占 占据 在俄罗斯所控领 连包含北边的巴赫姆特湖 都还在俄罗斯的控领之下 都还没有收复呢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乌克兰这一帐 有局部的访工 收复了三个村庄 重要的村庄 但是问题是 还并没有完全全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帐 我们再观察一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有每个礼拜 不同的这个态势 你看这个方号都有出来 这个是哪个旅 这个241旅 241旅在这个礼防或93旅 这个很非常清楚的 乌克兰的军队的编号都有出来 所以很非常清楚 但是问题就是说 乌克兰这些军队都是新兵 新兵没有作战经验 征召过来的 临时训练成军 到战场上去 存活力很堪忧 因为他没有战场的经验 这活力哪边来 自我安全怎么要防护 这个会要面对 怎么样武器的威胁 他没有经验 所以这变成一个绞肉机 将来史上也是非常的惨重 那 现在俄罗斯也发挥攻势 对乌克兰的 这个鲍尔腾克 乌克兰的鲍尔腾克知道 鲍尔腾克是德国的鲍尔腾克 鲍尔腾克 德国的波兰的 给他的鲍尔腾克 大家知道 一看到鲍尔腾克 底盘非常的低 底盘非常的低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为什么这个备弹面小 安全系数提高 安全系数提高 但是问题他有个脆弱点 他脆弱点就是他的顶盘 他的顶盘是他的脆弱点 另外一个他后面还有个排油排烟的地方 也是他的一个脆弱点 你排烟怎么去做重钢庄架 重钢板 后钢板不可能 所以这也是有他的脆弱点 然后从空中打击 腾克最怕飞机 腾克最怕从上面做攻击 地面上腾克最坦克 那是对称作战 那我拿直升机去打你 那是飞电子作战 那俄罗斯就派了这个飞机 卡5-2 卡5-2跟卡 刚才我介绍的卡25有点像 这卡5-2也是双 这个悬翼 双悬翼 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很清楚 也是个双指尾刺 因为他牛力抵消双指尾刺 你看他下面还有征充装备 做瞄准 光学瞄准就进来了 把火箭 反腾克火箭去打 所以这一次 乌克兰所获得的鲍尔腾克 也吃了苦头 被摧毁了几十 几十辆腾克都被 这个卡5-2摧毁 卡5-2跟卡5-8很像 跟卡25也很像 大家可以看出来 因为俄罗斯 他可能这一系列的这些 这些K-A 我们叫K-A 这个K-A-52 这个直升机 他光学我们看都有进化 他挂材的武器 甚至也挂了一些附油箱 做眼纯的攻击 那这个就是 腾克杀手 卡5-12是腾克杀手 鲍尔杀手 所以我们可以讲 乌克兰的损失也是 也是相对的惨重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们给他的 这个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给他的这些 鲍尔腾克大军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出来 这乌克兰你看看到没有 也是这个 这个战力壮胜 一系列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腾克重队 一直拉到后面 没有尽头 一个拉到后面都是 但是大家知道 腾克杀手来了 所以打仗要不对称 不能腾克大决战 现在谁跟你腾克大决战 我拿地面 拿标枪飞弹把你摧毁 火箭弹把你摧毁 空中拿 这个武装作战直升 战收直升机把你摧毁 对 大家知道他这边还有 除了装甲之外 前面还有 复卫的强化的装甲在上面 应该强化了装甲 这强化了装甲 我有看到他有的用钢筋混离堵 当然有的是用钢筷 你打完打到第一层 但是还有第二层 临时加上去 这个是临时加上去的 大家可以看 这63公吨 这每一辆63公吨 算重型的装甲 可以知道 那俄罗斯这一次 也用了伊朗 提供了这些无人机 对基辅 对重要的军事目标做打击 这是伊朗所提供给 俄罗斯的 所以俄罗斯也拿飞天顿作战 拿这些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反正有去无回 也不要了 伊朗总共这次准备要提供 先进后架起来6000架 无人机 类似这个样 它的技术也包括 中国大陆的一些技术 换句话说 伊朗在无人机的技术 跟量产这一方面 达到了一定的成果 包含它已经做 能够做到15倍音速的 高超音速的几音速飞弹 可以射程1500公里 已经也研发出来了 所以伊朗在军火 在国防 在军事科技上面 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这个就是伊朗所提供给俄罗斯 它总共要提供6000架 不得了 这6000架 如果每一架都有这些战果的话 6000架加起来是相当 就是会相当显著 这个就是 这个在另外一个角度来拍摄的 伊朗提供给俄罗斯的 自杀无人机 这个自杀无人机有去无回 标定目标之后就去了 也不回收了 就不要消耗品 它也没有人嘛 那这个控制之后 把惯性导航 还有这个经纬度去的话 还有地图比对 地形比对 一比对的话 对着目标去就去了 一去了就 就反正自杀攻击 就是类似这样 有点像美国所做的 凤凰幽灵或弹簧刀 弹簧刀600 弹簧刀300是小型的 那这个是乌克兰大访工有个手势 大家或许在媒体上有看到 就是这个 很清楚 乌克兰的这个手势 乌克兰大访工 他要说大访工表示保密 乌克兰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对乌克兰的战损 伤亡死亡受伤 都是个很机密的数据 都不讲 但是他经过了30多次的增兵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 都上了年纪的人了 换句话说年轻的人 消耗战损蛮严重的 战号 作战消耗 这个战号算蛮严重的 我们虽然看他只是个手势 但是我看来这是他的年纪 都不年轻了 大概都四五十岁 你注意大家可以注意 他是四五十岁的老兵 被征召来的 那换句话说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这个损兵折将 但是他有 我认为要佩服了 不以成败论英雄 他这种不屈不挠 前补后继 事实如归 保国为民的这个 这个勇气可加 但是我们话要分开来讲 战略跟战术 战略不要错误 国家战略不要错误 总体战略 大战略方向要对 战术有得有失 这没有办法 你不可能 没有任何的战损 没有这种事情 打仗一定会有伤亡 死伤这是必然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衡量 国家战略大战略 然后下面才会有军事战略 机制战略又有分类的 空中战略 空权 空权战略 陆上野战战略 要怎么样去布局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 这些点则 有法则 这些参考 但我们可以知道 乌克兰战略 它是大防攻 我认为要观察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知道 乌克兰它的效果 是非常显著的 还是状况什么 那我们知道 乌克兰也用了这个巡运飞弹 这种巡运飞弹 大家很记得 这个西方国家的 你不管是金牛座的巡运飞弹 或者其他类似的巡运飞弹 各式各样 这种巡运飞弹 它里面的弹头 就是将近1000磅 500公斤的弹头 对俄罗斯会产生重大的战损 他也用这些 这些巡运飞弹 巡运飞弹的话 他这个如果在夜间攻击 夜间大部分人的都在休息了 都集中了 很容易在被巡运飞弹一杀 一攻击造成伤亡惨重 会有这个状况 有的时候在营区 而且他受众生打击 他可以打他250公里 那你因为在250公里 距离前线那么远 250公里 其实不安全 巡运飞弹过来 你在那边睡觉 大啦啦的睡觉 巡运飞弹过来 造成死伤惨重 都有这种可能 这金牛座的 我们把它放一个 从个角度来看 刚才金牛座的 从个角度来看 他射出去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状况 翅膀已经打开了 但我们可以知道 他虽然是1400公斤 但是射击 你看射击是500公里 500公里以上 换句话说 整个全境都受到打击 他又是高次因素 0.8到0.95就高次因素了 因为超过伊马赫就是超因素 高次因素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价格不贵 一个战争来看的话 你如果是3500万 那3500万 3500万打仗了还讲什么钱 起量来吧 对那可以知道 那现在另外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FAS-8 FAS-8现在澳洲澳大利亚要出售 澳大利亚有一批旧的FAS-8 AB型就是第一型叫大防风 因为DEF是超级大防风 发动机都不一样 飞机比较大一点 超级大防风 这个是大防风而已 有41架要给乌克兰 美国也答应 美国约上不反对 美国说不反对 因为所有的这些都美国的武器 到最后面要移转的话 要经过美国 因为这个是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你要移过第三国 要经过美国国会 同意通过 它有个程序的 签一个协议书 要移交给乌克兰 美国不反对 换句话说 乌克兰迟早会拿到FAS-8 那它可以打金牛座 金牛座的射程500公里 那对俄罗斯来看 那就是很大的威胁 全部占领区 在500公里 换句话说 乌克兰可以做众生打击 那对俄罗斯来讲 威胁当然大 换句话说它挂 于是大防风可以挂四枚 左翼两枚 右翼两枚 挂四枚 四枚攻击四个目标 而且它蛮精准的 金牛座飞弹 因为它是 三重 除了卫星GPS定位之外 惯性导航 金尾度输入 第三个地图比对 它前面的话 它个地形比对 地形比对的话 地形比对那个地方 就对那个地方去 好101大楼 它看到101大楼 那个地图比对 电脑一比对 就是这个地方 那就过去了 所以精准度 精度很高 误差范围 因为弹道误差 因为弹道误差不大 那你说大防风一挂 这一枚才1.4公顿 你如果挂六枚的话 六十二十四 你才6.4公顿四枚 对一个F-18大防风来看 那驾经就熟了 那不成问题 那也会对俄罗斯产生 相当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所以那种欧乌战争还有的打 而且不是光是F-18的AB 也包括F-16 现在又有飞行员 乌克兰飞行员在美国训练 那至于乌克兰什么时候拿到F-16 F-16很多嘛 北欧各国很多国家 都是有F-16的 F-16到现在目前产量4000多架 他要去云罗 云罗个几十架给乌克兰 那不成问题 驾经就熟 因为毕竟美国是 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 要给他个几十架F-16 那一发挥战略 那俄罗斯要吃足骨头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抽奖拿好康 小七咖啡很多人都有抽到 下一个幸运者可能就是你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一张 位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最棒的亲子一日游室内景点 快来试试首期哦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参加抽奖 新北水岸河滨自行车租借优惠券 平日租借只要五折 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参加抽奖 就有机会五折畅游新北水岸 迎完苏澳立奖冲浪体验优惠券 你有玩过立奖吗 没有的话 今年夏天不妨赶快体验一下 快来抽九折券 旺币最高一次抽到300枚旺币 累积足额可以换快点购折价券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后 输入推荐代码 任选一个账号注册 填写完资料来到中天复古乐园 戳戳乐 上面五项大奖项等你抽 赶快来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抽奖拿好康 102 奖底写完资料来到 nak sleek 赶快来 Pitax 宜快期杀 休克林 优优独特��到没了 照顧 我赶快 revival 朗祝 我安心 大喆 独特匯 我嫌 欠罗